各位大家好 我是韦家 来到了2021秋季的第一期穿搭推荐 不好意思 歪穿的短袖 因为在广东是没有秋天的 对不起 虽然是这样子 但我知道其实从南方一直往北走 其实可能大家都已经开始穿上卫衣 或者穿上一件比较厚重的外套了 你再穿着多少件衣服 不妨在公平那里告诉我 所以我们秋季穿搭还是要做的 那今天就从北走到南 给大家搞来了 5套不同厚度的秋季穿搭 来适合大多数的朋友 来看看这一套来自Rinux的 City Boy风格的 防泼水面料的西装外套&长裤 100%的迪伦面料DWR防泼水涂层处理 增加了整一件衣服的机能性 很宽大很宽松的版型 有别于一般的西装 所以别把它当做一件西装 你就把它当做一件好看的 有机能性的 搭起来高级的City Boy外套就OK了 整一件衣服从前面到后面 都有很多个不同的口袋设计 收纳性非常的棒 裤子的话跟衣服是一套相呼应的 面料上面同样也是具有防泼水的机能性 同时右脚侧边这里做一个暗袋的设计 我觉得这种穿搭的话 更加适合一些高瘦的朋友 但如果你身材优势没有那么明显的话 就选择适合自己合身的 可能会更加好一点 来看看这一套的穿搭来打个分 会有我们工作室其他成员的一句话点评 以及打分 来看看吧 第二套 我们采用的是设置条纹面料 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这种常规的下摆的 另外一个下摆是有落差的两片式下摆 对于这种衬衫你会喜欢基础的 还是说特别一点 有两个材片的 来个投票吧 那整一件的条纹是属于浅色的条纹 穿起来整件更加干净 在左前胸这里有两个口袋 进显了remake风格 可以搭外套也行 单穿也行 可以扣勤扣也行 全部打开也行 基本配搭什么裤子都OK 牛子裤 牛仔裤也可以 西装裤也没问题 10万 10万就别搞了好不好 扩型还是比较宽松的 所以还是那一句话 注意码数 别选太大 来还有一句 注意运烫 衬衫 运没运过 其实等于是两件衣服 这一件衬衫下面配搭的是 Immune System的这一条宽松 折边西装裤 非常顺滑的面料 非常舒服的西装裤 每个男生都应该有一条 这一条采用的是 血纹面料 96%的巨石纤维 4%的安伦的组合 非常宽松 而且抗皱效果非常的好 皱没皱 没皱 整条裤子的 扩型包容性非常的不错 所以如果你像我一样 属于腿粗的话 也非常容易的 可以穿好这一条裤子 在内侧还加了一个抽绳 几个颜色可以供给选择 灰色 深中以及黑色 日常你会选择哪种颜色的 这种休闲西裤 对应来投个票吧 除了之外 腰头的这一些褶皱位置 除了让整条裤子看起来 更加层次感之余 也会更加的利益 来看看这一身 打开开 来看看第四道 来自smoke的谈利修身 微喇叭裤 以及机能马甲 其实我知道我很少穿这一种弹力的修身裤 因为确实有段时间我比较胖 我就没好意思穿 但最近我又瘦回来了 它的面料 属于是厚重的 有弹力的面料 可以非常好去适应到你的每一个动作 所以也不会走一步就 设计感非常爆炸 比如说外车的口袋 YKK的拉链 背后有一个立体的扭扣口袋 下摆这里 你可以拉起来 成为一条修身的紧身裤 打开 外部风 但内层做了缝合布 打开了 但也没打开 上身也穿了他们家的机能战术双层马甲 有别一般的户外马甲 它是一个圆领的设计 在胸口这里有一个装饰的排扣设计 把它打开之后是一条拉链 版型上面是属于贴合的 在里面搭一件长梯或者短梯 都会非常棒 材质上面里面采用的是复合的舒适理善 所以秋冬季都非常OK 除此以外 马甲一定要具备机能性以及收纳性 所以在衣身上面有非常多的立体 不对称的口袋 可以给你放很多东西 怎么样 来给这医生打个分吧 OK 那么最后两套给大家来点 比较清凉一点的 因为在广东 以及广东周边的手分 还是很热的 看看这一套的 Vitoit长梯加长裤的配搭 首先说说这一条的休闲卫裤 有三个颜色可以选择 有烧粉 有浅灰 有深灰 那我自己就比较喜欢深灰 330克的纯棉毛圈面料 宽松直筒的版型 剪片立体的中缝线 有了这条线之后 你穿着的效果会更加的立体 内侧有可调节的抽绳设计 腰间采用的是双层的压线 松紧腰围之余 不会让你觉得太勒 整一条的感觉就舒服 舒适的位移库 再来一件舒适的印花长堤 同样也是Vitoiton的玫瑰花 数码印花长堤 230克的纯棉 厚度适中 宽阔的版型 我个人在秋天是比较喜欢穿长堤 因为它是短梯的一个延伸 这是废话 领口有加布的罗纹 做旧的数码印花 以及绿色的一个大面积印刷 非常高的辨识度 来看这一套 感到很大 最后来看看这一套 可能就比较适合广东的秋天穿搭 Respect My Way的宽松字母印花PoloT 那相对于之前推荐的高磅束的单T 或者酷型来说 这一件采用的是 轻薄的全棉透气面料 宽松的版型 左边的胸口这里很简单的印有一个 涂鸦的品牌logo文字 加地球的一个图案 除了说黑色之外 还有一件杏色可以选择 领口是单扭扣的设计 以及这一个领口的扩型 非常的棒 扣起来都不会显得特别严肃 一改大家以往对于PoloT的那种 沉闷的印象 除此之外 下层搭配他们一条5分的logo印花 长抽绳短裤 那这一条就非常的高磅束 而且是很立体的剪裁 前面的抽绳显得没有那么的束 裤脚这个位置 有他们品牌的一个泡棉印刷的文字 非常的百搭 来看看这一身 来打个分 OK 那么除了衣服推荐之外 那以后服饰推荐环的间 我还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上升到的搭配周边 来看看这一期我所有的搭配周边 对应这一期的秋季主题的推荐值 大家可以打多少星 一字五星多少 可以留在公屏告诉我 好吧 那进入到我们的秋季 已经冬季了 穿着的可玩性又多钱了 那大家日常有什么好奇的 或者说你买过觉得不错的国草品牌 或者说一些单品 也欢迎在朋友们去告诉我 让我去买来测一测 试一试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OK 喜欢节目别忘了上脸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